新时代新湾区先发展,为进一步加快,越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的建设,促进越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产业集群和业态发展,单线经济,稳定,高效的都是联运平台,在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广州港务局,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支持下,有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院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广州航运交易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业内500余名多市联运领域内的精英翘楚共聚一堂,深度碰撞思想与智慧,为越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的创新发展贡献真知主见,圆桌对话,中国多市联运发展经验分享,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调整预输结构,提高预输效率, 降低运输成本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立刻抢总理,先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打通海铁连运最后一公里,大幅提高集装箱海铁连运比例, 目前,交通运输部划定了70个重要港区中,铁路进港率仅为37%,技术运系统已成为整个港口运输体系中的明显短板。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在联合印835港口技术运系统监视方案中,提出建设2000公里的技术运铁路,实现铁路支线征用线与港口及干线铁路的顺畅衔接。 2020年,重要港口铁路进港率将提升到60%左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举办约港澳大湾区,2018年多数领域广州南沙高峰论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广州南沙开发区字幕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潘玉章发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片区开发电设与改革创新情况。 逐纪演讲,广州港务局陈红仙局长对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他表示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航空、水路、铁路、公路网络发达,发展多社连运的基础和条件十分优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2017年旅客吞吐量超过6584万人次,位居全国第三。 今年1到6月,完成34023万人次,预计今年可突破7000万人次。 广州铁路集团在广东省境内营业里程4081公里,速速200公里以上。 里程还全国第二,2017年发送货务8937万对。 今年1到6月份,广州铁路货运量达979万对,同比增长11.63%。 正在建设的广州大田集装箱中心站,预计2028运量将达到580万对。 2025年1870万对,2035年2590万对,将成为广州联通中欧、南亚等地区的世界级铁路物流枢纽。 直达南沙港区的南沙港铁路,于2015年12月26日正式动工,项目总投资152亿,全长81.83亿公里。 预计2020年10月8号建成运营,集装箱搬列将和直达欧洲,是株三角西部货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加强与越岳大湾区城市群的合作和互助,积极推动江海连运、铁水连运、供水连运等多数连运体系协调发展。 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骗区,官委会副主任潘玉璋发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骗区开发建设立改革创新情况。 逐集演讲,他表示本次论坛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是落实交通强迫建设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 逐集演讲分别从南沙新区自贸区发展历程,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交通规划、自贸片区创新情况做了推荐。 在新形势下,南沙自贸片区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交通属纽地位不断凸显,国际航运中心和新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特色金融产业等科技创新产业加快发展, 因商环境持续优化,挤出台了具有竞争力的南沙一家一家十的产业政策。 南沙作为广州市推进国际行业枢纽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在广州港行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下一步,南沙将在打造全球港口链、高端行业服务及巨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将紧抓一带一路,越高澳大湾区战略实施机遇, 宣化新区自贸区改革开放创新,主力打造国际化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日范窗口,国际行业中心,国际贸易中心, 加快建设广州城市副中心,打造广东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为广东、广州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交通部协会联运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集装销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国家都市联运发展专家组成员李牧原, 为大会做了以物流通道和技术创新推进多市联运发展逐职演讲。 李牧原为大会做了以物流通道和技术创新推进多市联运发展逐职演讲, 李牧原作为都市联运领域的知名学者和行业代头人。 以物流通道和技术创新的角度, 深层次地解读了都市联运创新发展的关键抓手。 都市联运作为物流业供给策改革的头号工程和重要抓手, 需要在新时期有新作为, 启发我们需要跳出连运看连运, 跳出物流看物流, 把多市联运与国际物流通道和新兴区域经济合作的联系起来, 把多市联运与运输结构调整联系起来, 把多市联运与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的发展模式联系起来, 在多市联运产业政策渐渐明朗的形势下, 如何促进多市联运产业时间的不断丰富, 如何让更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多市联运实践中分享经验, 少走弯路, 把多市联运产业实践推向新的广度和高度, 圆桌对话, 中国多市联运发展经验分享,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务永吉, 分享了新运力创新运输组织新格局逐局演讲,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隶属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国有大型集装箱运输企业, 是中国铁路总公司中欧班列统一经营服务品牌, 是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秘书驻单位, 今年来, 中铁集积极推荐中欧班列, 多市联运, 相管相修三大品牌建设, 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 吴总在本次论坛中, 不仅分享了中铁集在铁路多市联运, 中欧班列, 炒占物流源建设方面的成就, 同时, 从一个全新的视野, 为参会人员分享了铁路运力新的组织模式, 结合信息技术的平台建设, 如何提升铁路运输组织的效率和效益, 如何推动铁路在多市联运发展中的创新发展, 受到运会人员的高度赞扬, 吴永奇分享新运力创新运输组织新格局逐织演讲,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项目物流部总经理, 留胜分享新向全球, 传递价值中远海运物流的多市联运之路逐织演讲, 中远海运集团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综合物流供应链服务商, 近几年来, 携手港口, 铁路等相关企业, 共同推动了中欧中亚国际班列, 中俄国际班列, 中哈亚跨境运输海铁联运通道, 南下通道等多市联运业务发展,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项目建设中进一步深化了与广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车集团, 广州港集团的互信合作, 中远海运集团相亦参与勒塔威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各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的信息共享, 交流合作, 携手打造互联互通, 高效紧密的新模式, 共同促进大湾区多市联运的发展, 留上分享新向全球传递价值中约海运物流的多市联运之路主旨演讲,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宋小明为我们带来广州港对越党报大湾区战略背景下, 多市联运发展的贡献主旨演讲, 曾总在介绍了广州港这些年在推动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尤其是在多市联运方面, 取得的成绩以后表示, 在未来的三年, 进一步深化改革, 坚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 逐利加强仓储物流能力和港口核心竞争力建设, 划大港口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交流和合作的广度、深度, 加快推进自由贸易港规划电设, 港口资源源和, 一带一路和越岗澳大湾区沿线战略布局等工作, 进一步提升港口综合实力和极具辐射能力, 同时, 持续加大港投资金投入, 加快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设备、 新能源, 建设低碳智慧新港口, 实现广州港集团绿色、 循环、 低碳可持续发展, 推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上新台阶, 送小明带来广州港对越岗澳大湾区战略背景下, 多市连远发展的贡献逐局演讲, 安通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文, 为我们带来新一代多市连远, 如何连出新速度逐纸演讲, 今年来, 安通控股不断加大, 对多市连远布局的投入, 加快了综合物流服务平台的建设进程, 在布局国内及装箱搬轮航线的同时, 进一步延伸了对街一带一路倡议的外貌航线的开通, 有力提升了自身综合竞争力, 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 在长期的多市连远物流模式的运营和探索中, 目前已形成水路、铁路、 公路运输资源协同运作的物流服务网络, 王总在发言中谈到, 依靠资金、 技术与管理三轮驱动, 推动多市连运的创新发展, 即, 建立不同运输主体间物流技术共享机制, 综合物流系统组成部分完善, 各组成部分间的良好衔接, 技术是推动协同联动发展的关键保证, 建立台铁工坚多层次多方面, 管理共通机制, 实现政府部门行政管理以及港口运输企业管理两大方面, 均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通过管理共通机制可以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以资本为纽带, 形成港口、铁路与公路港利益共同体, 采取合资、 入股、 参股等多种手段的供建模式, 王经文为带来新一代都市联运, 如何连出新速度逐纸演讲,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战场, 随着港驻澳大桥、 年内通车以及一系列大湾区利好政策, 区域内的城市群也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都市联运处于时代发展的创口期, 原作对话, 粤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的机遇与挑战, 接下来嘉宾对话环节精彩分成, 首先由特邀主持人中院海运物流, 广州公司总经理张宝敏总经理主持第一轮对话, 广泉集团货运处处长张一红, 香港副货人委员会, 执行总干事和滤机, 武汉理工大学陈明教授, 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 公益运营中心经理流行, 美国总统轮船中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与中山分公司生物总经理黄东宁等嘉宾, 为日澳月港澳大湾区发展多市联运的机遇与挑战, 展开一场头脑风暴, 各位嘉宾分享了各自在月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领域的时间体会, 一起畅谈了月港澳大湾区发展多市联运, 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圆桌对话, 越港澳大湾区多市联运的机遇与挑战, 各位大咖的精彩对话, 让我们从这场头脑风暴的上演, 转制到了多市联运发展的蓬勃力量和发展前景, 第二轮嘉宾对话, 由神正市中海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花亮特邀主持, 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分公司总经理, 给一群新海峰集中箱运输有限公司, 战略开发中心旅开线总经理, 中级多市联运有限公司, 朴长海副总经理, 武汉中港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云, 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切入互联部副主任潘杰等, 继续就中国多市联运发展的经验分享, 这一话题展开精彩对话, 这位嘉宾不仅分享了各自企业, 在多市联运领域的实践活动, 而且对中国多市联运的发展, 提出各自的建议和自身发展的展望, 妙语连篇, 引人入胜, 让我们脑洞大开, 共建南沙一带一路亚洲航运枢纽框架合作协议, 共建南沙保税港区或进多市联运中心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共建南沙国际海铁多市联运中心协议, 论坛期间, 广州南沙开发区口岸工作办公室, 与广州外顾办有限公司, 和广州大顺发国际物流友, 现公司分别签署控建南沙一带一路亚洲航运枢纽合作框架协议和共建, 南沙保税港区中欧班列大浪战场, 或进多市联运中心合作框架协议, 上海的思维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丰公司, 与广州保障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合作共建南沙国际海铁多市联运中心协议, 2015年以来,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和越港冒大湾区建设战略, 按照省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是打造三中心一体系核心功能区要求, 南沙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根本,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落实建设广州国际航运中心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 全力推进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区和国际航运枢纽, 主要承载区建设, 截至目前, 已开通国际班纹航线90条, 内蒙航线32条和60条穿梭巴士直线, 建设33个无水港, 2017年南沙汽车码头, 实现商品车装卸量80万台, 2018年上半年, 实现商品车装卸量47.12万辆, 同比增长24%, 每日平均有60个航四的滚装船, 往返南沙都上海到天津的大连的海口, 已成为我国内冒汽车南北对流运输的南报枢纽港, 南沙汽车码头外冒进口滚装船停靠南沙, 资料图, 论坛结束后的当天下午, 参加论坛的来自全国各地300余位客人, 在广州港集团的精心安排下, 来到广州港南沙集装箱码头片区参观考察, 赶忙的港区一望无际, 现代化的集装箱码头和设施, 让每一位参观者, 感受到了广州港, 买向世界一流港口的雄心, 广州港货物吞吐量, 位置世界港口第五, 航线拓展建成效, 全球运输网络不断优化, 而南沙字幕区为广州建设国际航运输纽增添新动能, 截至2017年5月底, 广州港共开通集装箱航线202条, 其中外冒航线96条, 内冒航线106条, 广州港物局相关负责人在现场介绍, 广州港将立足越港澳大湾区发展, 加快港口大型化, 深水化, 真业化码头建设, 计划于2020前, 完成广州港深水航道拓宽工程, 南沙港区四季, 南沙国际邮轮码头等八大工程, 在未来的码头运营中, 南沙港区四季工程, 将由传统码头升级改造为局部自动化, 乃至全自动化码头, 广州港南沙集装箱码头, 资料图, 2017年7月19日版,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清河厅灯光璀璨, 高鹏满座, 由广州港集团主办的广州港之夜越港澳大湾区, 多士连运论坛高带晚宴, 来自全国各地的港口企业, 切禄公司, 航运企业, 物流企业, 多士连运经营人, 综合物流平台型企业, 月下和研究机构, 以及金融企业等代表约300余人还去一堂, 共化越港澳大湾区都是连运发展的美好前景, 在迎来月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多士连运在月港澳大湾区, 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家表示要不断地作为, 担当, 创新, 改革开放, 推动月港澳大湾区多士连运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大潮, 从竹家出海口汹涌横派而来, 南沙, 就在这大浪淘沙的浪潮下, 艳着湾区中心的金色头衔, 一颗珠将明珠展现出迷人的风采, 门库枢纽的地位越来越明显, 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 越港澳大湾区的苍穹之顶, 要新一轮开发建设浪潮澎湃, 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注梦路上, 将每一颗沙字金光, 闪耀南沙未来, 南沙字冒区, 资料图, 2017年初, 交通运输部等18个部委, 联合印发关于近, 以不鼓励开展多市联运工作的通知, 将多市联运发展, 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本次论坛共同探讨把铁, 工, 还多市联运, 作为推进物流业供给策, 机构改革, 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措施, 大力推动多市联运业务的发展, 在我国都市联运, 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 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 越港澳大湾区, 发展多市联运潜力巨大, 潜景客期, 通讯员, 花量, 王亮, 摄影李夏彤, 南沙开发需口阿败, 广州航运交易公司,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